创意理财 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旗鼓帐 我是黄培硕 大盘今天的尾盘 尾盘这个地方 戏剧性的拉了一百多点 本来都还是平盘 没什么动作 结果尾盘这里出现一百多点 整个感觉要突破这个盘区 感觉要突破这个盘区 当然我们是规划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它细微波的脉动 我们说这一个初生段 第五大波可能第一波里面的 初生段一大中小 然后二 然后这三之一二三四五 这结束嘛 这11月19号 我说这个10月之后 三之五有机会结束 第三波结束 它拉回来做一个第四波 第四波来这边17167 17167是29号 29号的话 我们跟你谈到说 它这个第四波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一个低点完 就应该有机会开始 往上走第五波 走第五波 小小的震荡一下 走第五波 果不其然 头部尾盘这个结构你看 它确实呢 有那个味道 慢慢在推上来 那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做一个再复式的整理 再走可能性不高 可能性不高 因为交替原则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复式整理了 这个第一波 然后123整理 ABC整理 然后再来12315波 第三波 所以第四波应该比较简单 那应该有机会 已经再走这个第五波往上 整个结构你先把它厘清 当然细微波的卖动 我说它也会整理 可是那个整理的时间 顿的时间可能不长 像这个顿了两天 就上去了 那这里也是一样 多了两天 今天感觉又是表态在往上攻 那其实这个 其实我也是大拉 其实我也是一直拉拉 拉到几乎到最高点 拉到200点上来 这个地方 其实外资这几天 其实反而持续在布局空单 反而持续在布局空单 可是磐式我们判断 其实它会相对强 不是外资做的就一定对 因为它这个 你看像今天外资 又是应该这个奇卧的部分 它最近都站在卖方 净空单的口述会比较多 那很多人会去给它解读说 因为明天周旋 礼拜三又要赚这个小钱 不是这个样子 它当然是避险的作用没有问题 外资也不一定是神 它也不一定每次都看得懂 它常常做错 那它可能看这个地方 相对高了 我要来避险 我要来避险 那事实未必会对 那事实证明盘是往上在拉 尤其是那个尾盘那个地方 奇卧是一直往上拉 那这是哪一股力量 你们说明明之中又有一股力量 那个都太神鬼化了 我说那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它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不是单一机构 单一个股什么八大行户 什么一大堆 又国安基金 又什么一大堆政府的力量在那边 它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所以你看其实像之前 这个脉动一路上来 这个脉动一路上来 你说外资一直在做多吗 没有 它沿路是一直在做空单 一直在避险一直在 它看不出来说 那个盘能够长成那个样子 有没有 其实这一段只是如果你回想 从去年39一路上来 其实它差不多就一路在 大概都是空单一路比较多 可是它一路往上再走 那是什么力量 不是说有一股力量 不是 它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它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今天也一样 如果说这个第一大坡 第二大坡 第三大坡 那ABC整理 这是4月19号对不对 4月29 然后一个做一个大中小结束 一个拉回2500点 然后再上去拉下来 这个ABC整理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机会开始 它走一个是什么 10月5号 10月5号这边开始走一个 叫做我讲的那个是第五大坡 那第五大坡的话 它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那趋势的力量的话 这个我说第五大坡里面 它也会分很多细微坡 那可能第五大坡里面的 出生段第一大坡都还在走 第五大坡里面的第一坡还在走 那第一坡里面 它可能一个小出生段 就我说的大中小结束 然后三一结束 拉回4 这个第五 这个12345 这个5的话 只是第五大坡里面的 第一坡里面的第五小坡而已 随时现在都还在这个第五大坡的第一段里面而已 第一坡里面而已 当然我讲的那个极数很大 你如果用那极数来追踪没办法做单 你要再把它缩小 比较小极数的 然后细微坡的迈动 才有办法实际来操作 才有办法实际来操作 当然我讲的第五大坡是一个规划 一个规划 我说这个第五大坡它运行很久 因为里面有很多比较中级数的波动 比较小级数的波动 这个至少应该今年年底也走不完 我说到农历封关前 应该都还在走这个第五大坡 那这个你要把握住 我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至胜时刻 要用心把握 要用心把握 难得的机会 你一路 尤其是个股部份 你一路去积极着股部 要去做多没问题 当然个股表现差异很大很大 你也要懂得有时候要高出低进 这个另外一部分 那棋子的部分 我们从其后部分来谈 11月19号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三有可能 就是我说这个一二这个三 三四一二三四五有可能结束 17949这个地方 11月19 10月19就上上礼拜五 就这个地方 搞不好就这个地方 这一天 17986这一天 这一天是10月19号 那时候当天有跟你谈到说 这个味道三之五破有机会结束 什么叫三四五破结束 这一二然后三之一 三之二三之三三之五 三四五破结束就是第三破结束 三四五破结束就第三破结束 那他应该做一个第四破的拉回 对不对 他一拉回拉一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回到这边 11月29号 拉回到多少 17167 期货来到17184 确实也大幅度拉回 那这个一拉回 我说的低点很有可能一天就看到 马上果然他一路就往上再走 现在这几天又走上来到这里了 结果来到17796又接近178了 好那这个结构长这样 你看了 11月19号说这地方三之五结束 大概做一个四拉回 他一路就这个第三破结束 做一个拉回 大概到29号拉回到17184 我说这123 这个四有机会是低点在这个地方 那写一个五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等不过这个五不是后来乱写的 这是当天就给你写的 等不过这个五不是当 不是后来才会偷偷飙上去 没有这个五是12345 这当11倍29的时候 这个四的话再来一次 应该这个五啊 这个五 他怎么开始走这个五 第五波嘛 12345嘛 现在这种事已经在走这个第五小波了 第五小波了嘛 那第五小波怎么走 第五小波的话 你看他到17184这边17949 对不对 来到1784他五波很漂亮 五波很漂亮结束 对不对 低点出现以后 他做一个震荡一个A一个B 很快就上去了 开始西波 那我说这个西波就会往上发展成 第五波的一个出声段 第五波的出声段 目前其实行情都还照我们规划呢 一直在运行当中 一直在运行当中 有没有 那西波一路上来 上来到17709 这个地方就过高 我说这都不是冲 这都是还是V波 他果然也还 昨天又下很深 到17527 到17527 今天又压回来一次 好那这个结构在这个地方 现在来今天来了 12月7号 这位五波结束 对不对 17949 然后17184 这结束以后 我说第五大波已经 这个地方开始启动了 第五大波 好 五之一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直接把它标这一区的最高 17745 这地方应该都还是 都是一个这个同一个卖动 17745 我说这个西波 这个ABC是针对这一段 12345的名称 12345波结束 A波 B波 C波 那是一个整理结构 针对这一段的名称叫做ABC 那我说这个地方有机会这个C波 为往上发展成 未来第五波的一个什么 初生段1 1在这1 好所以这5就1 然后这个做一个ABC 左边到527 今天到586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ABC ABC这是2 好 ABC是2 那今天开始应该走这个叫3了 第五波这个叫第三波了 好 其实这个结构左右可以谈到 我说应该很快就会走5至3 那这样的话选择权其实是来得及做的 因为它虽然说到下礼拜三就结算 12月份的选择权 到下礼拜就结算 礼拜三了 其实时间很逼近 明天就礼拜三 明天等于是三四五剩3天 下礼拜一二剩5天 下礼拜就时间很紧迫了 有时候如果不动就不动了 对不对 那等于那两天 那两三天等于是没有用的 因为就下礼拜你变成说 你下礼拜都结算 你礼拜一礼拜二 其实那种风险意识就会相当高 那今天礼拜二还有三天 这礼拜还有三天 这三天发动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可是旅游家不要买太远 不要买太远 应该还有机会 好那今天达到17586 那开始往后应该就是五之三了 尾牌一直拉拉拉拉就漂亮了 通过这个结构就有机会五之三 那这个三喷出段 我们就讲细微波了 喷出段第五波 喷出段里面的主生段 喷出段里面的主生段 三 你只要看它三就是主生段 这出生段比较慢 然后整理 喷出去以后就五之三 这喷出段里面的什么主生段 应该有机会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 那我一直强调这是一个 你可能今天你看 外资应该还是没有站在买方 那没有站在买方 可是行情确实启动 背后默默的明明的有一只手 不是 我说趋势的力量 趋势的力量 它是一个趋势的力量 市场趋势的力量再往上推 然后再往上推 好 那所以这个结构这样就漂亮了 这个五之三波 我们当然现在是出这样的主张 这样的主张我们当然也会这样的操作 今天有一个拉回来 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进场点位 我们本来选一个点位比较低 没有来改架 改架那个架也改得很漂亮 这个五 这个五就是我们之前 这个再跟你对照一下 12月写一个五那一天 这个来 见低点这一天 这个五就是在这个五 至于看一下 11月19我说这边123结束 拉回来四有没有 这个四17184 这个五写在这个地方 这个五第五小波 括号的就是现在正在走 第五括号的 这个四大概也结束 我应该这边写一个四 你会比较好认 123这个四结束 然后这个五 你说四结束在这里都一样 这个五应该是从这地方 你从这里启动 从这里算都一样 它就是五之一 反正你不管它是五之一 五之一 然后应该整理五之二 那现在应该开始走 这个五之三 正在往上走 这个五就是这个五 11月29给你谈这个五 那现在应该是正在运行当中 现在应该正在运行当中 好 那我说你这样规划 你这样操作 我们今天这个点买得漂亮 买了三笔 有三笔单 当然各级会员 各级会员 17610 6106还613 这个一上来 这个到最尾盘 17799 当然我们一拉开 这已经一笔都赚快200点了 17610 我本来挂一个更低一点点没有来 没有来这个地方 我知道这个地方已经低点大概见到了 本来评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低点 没有 再挂着等没来 没来你上去它已经重叠 重叠就知道它下来不会破 不会破你就要买 这盘中我们在进场过程当中一定有所本 进有据退有据 我本来譬如说 为什么我要挂比较低一点点 大概565 17565要买 它只到586没来 没来怎么办 没来的话它上去已经重叠 如果上去没重叠 还有机会下来破一次 没有嘛 上去又重叠了 它已经不会破底了 所以下来压回来你就是要买啦 对不对 我算一算那大概就在附近了嘛 那果然都买到 这都会成交 你再看 改挂嘛 改挂17610 17610上下5点买多嘛 9点54嘛 9点54 这10点16嘛 17598嘛 所以这610一定成交的 一定 它又破了一次600 一点点然后就 所以610一定可以成交 这穿下成交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安达的 我挂一个 17613嘛 这都定价的 改挂一个17613买多 这也都成交 9点54分嘛 这都10点 10点2分嘛 这都一定会成交的 都一定会成交的 607了 613买多 这都穿下成交没有问题 那这两笔成交漂亮 这三笔啦 奇特跟奇的是 价位一样 还有安达的不太差3点 17610买多 17610买多 9号613了 这一上来你不要赚一点就跑 我说这个赚钱你要有耐心 一路上到17799 其实这个单子 我们还是续报流畅 这单子我们还是续报流畅 我们不会跟你说 这个过程已经赚了50点了 你先出一半 然后又赚了100点 你又出一半 又赚了150点 你又出一半 又赚了200点 你又出一半 没有啦 这个就是一笔单进一笔单就出啦 没有那个什么 你又获利又出一点点 又出 永远都出不完 然后一直到一直涨都 永远都是你赚的 没有那回事情 食物上怎么可能 这样那投机取巧 很多老师都这样喔 很多老师都好不容易 他做多一笔单子 赚了30点下了屁股尿流 哎 赚快先出一半 获利落贷 哎 又赚了50点 赚快再获利落贷 又出一半 又获利落贷 永远都出不完 哎 又赚了80点 又赚快再获利落贷 永远他都没有出清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胡闹那个都是投机取巧 很多老师都这样投机取巧 你要不 你要有那个担当啊 我这个单子我要看 我就把它抱着 我觉得他大概差不多了 就出嘛 出错就出错了嘛 不要舍不得出 爹着怕死 爹着怕败这样 然后什么都要 什么都是你的 上去也是你算的 下来也是出了你漂亮 都说通通通通通是你的 不管行情涨跌你通通对 那是标准的投机取巧 很多齐游老师都这样搞 乱七八糟 我们啊 我们会员 全国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我们的单子一进去就是进去 出来就是出来 没有那个你又出一半 又再出一半 又再出一半 那你我这笔不是可以出了 出了五次还没出完吗 到最后我还是 哇我还是一样可以赚那么多吗 没有嘛 你又再出一半 又出一半 那个 那都赚不到大钱 你在操作行情 你就是要担当 行情我这样看我就这样做 停损设好放手一搏 你不用担心 这样才可以真的赚到钱 头部这样才可以真的赚到钱 你永远在那边出不完 出不完 都是好看而已 表演节目而已 我讲难听一点是这样子 表演节目很好看 哇我这一笔大赚几百点 这八百点 这已经出了十几次了 还没出完 怎么可能有那回事情 那就是投机取巧 相信你跟过很多老师 应该有这样的老师才对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实际上我们再出 我这笔单进去以后 这过程有没有请你出任何一笔单 通通没有 后来又发一笔你流仓 然后停损设好 已经不用设停损 就设停力了啦 停力设好 然后呢我们还有目标价 那个地方先出 那这样一笔赚下来就不得了 你的账户就会多很多钱 我们每笔操作都是这样 进退有据 进有据退有据 一切都有所本 当然我们不会贸然进单 相信我的会员有时候等我的口讯 其实有时候也是 老师都我们在操作确实 如果说行情真的不是那么有把握 其实我们是不轻易出手 好 不轻易出手 有时候我就稍微观察一下 其实你赚大钱不用挤 好 通过赚大钱你不要挤 重点一笔就够了 通过重点一笔就够了 好 那这个做得不错 通过这个东西做得不错 那大家现在续报了 那这个部分 我说现这一段 大概我们刚刚跟你谈的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现在主张这个结构 那当然这个结构一出来不得了了 通过这个结构不然 你格局要稍微放大一点 第五波这个三 祖生断 这个结构一出来 你稍微格局把它放大一点点 贪心免惊 通过我们一笔都已经获利200点 你在怕什么 赚钱不要怕 你按我的call讯来就好了 勇敢给它抱着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就是期货的部分 选择权的部分 这个超级任务 这个部分的话 我说这重点是资金控管 通过资金控管 那之前我说十月份做一个 那个也是不错 那个切的点漂亮 十六十九 切的也是几乎十一月份的 买权最低的 51 也有到200 这个有三四倍可以赚 37的1760的买权 有到148 这也有三四倍可以赚 1770的买权26 也有到93 通过那当下十月二十九 是在这一个地方 一万七都还没有 一六九 一六九 我们都已经买到一万七千六 一万七千七了 有没有到吗 通过这边是一万七千九 一七九八六 这行情我们看得很远 重点是看得很远 没有用 你要看对 有没有看对 有看对 精准命中 好 那个都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点是选的是最漂亮 那第二波的整理的最最后一天 然后进去就三就启动 三自一 一二三十五 所以这种结构 这个结构 我说尤其是这个地方的大盘 我会讲很多 是因为你这个地方的结构 如果你不把它搞清楚 你股票怎么样 你做到会怕怕 你没有那个信心 那个方向性你把它理清 我说那是一个制胜的关键时刻 要用心把握 要用心把握 我们很多股票也是小套 有没有关系 我认为是没有关系 它这整个第五波上去的话 其实这里都相对怎么样 很多个股其实我们都买在 虽然说现阶段我们讲坦白话 有的还小套 可是我认为这个地方 都还在买在怎么样 相对低档 这是重点 通过你要看个股 这个个股你买在相对低档 还是这个个股你买在相对高档 那个一来一回差很多 我说短线转强转弱 大家都看得懂 今天转强了又转弱了 你们杀来杀去 不是 长线的多空判断 才是分析的价值 我认为我们布局的这些股票 全部都还在相对低档 所以抱着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持股要不要多 不用多 这些都是一个多头循环 而且都已经也有拉回 那拉回怎么样 我们布局 那布局以后怎么样 虽然说最近比较闷对不对 在涨金融股在涨全职 有一些比较喜欢操作的一些电子族群 好像比较没有动 要有耐心 都要有耐心 你要看他你买的股票的相对位积 现在在哪个地方 这是重点是不是重点 好 那这个部分 那我说之前有那种 赚到12.8倍18.5倍的 21倍的 这个还有这种9倍的 这种比较高倍数的 那12月份的话都没办法是分开赚分开 要分开来做 那接下来12分 下礼拜就结算了 好这一批做完 接下来整个准备要做1月份的 这些都还在第五大波里面 那我说什么结构来做 对不对 其实昨天有跟你提出 我说那像今天如果走出去 应该就是5至3 第三波 对不对 就是那种细微波的第三波 就是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是1 我说这边开始走第五波里面的一个出生段 然后整理2 然后是3 碰到3的来做的话 胜算会比较高 胜算会比较高 我说你要有那个能耐 要有那个眼光 看到接下来走的这个脉洞 是属于哪个脉洞 那它的速度快不快 还是在那边黏黏黏 那你年年就来不及 要用喷的 要用喷的 好 这齐全的部分 我说这个结构其实都很清晰 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还你跟上脚步来 今天的行情比较有关键变化 所以我把那个大盘讲久一点点 你要厘清 那这些东西 个股的部分 个股的部分 我们其实还是一直都 也就是我们之前追踪的一些个股 我先感觉 就像这个胎一 这边三结束 然后拉回来四 那第五波是不是除取冲 那时候我们买这个32 然后是不是最高到40 那顿一下它又马上又涨到 最高到46 46.2那天拉下来比较多 来8289 现在这一段看起来很丑这个结构 可是拉回来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 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关键 很有可能这一段如果推出去 它有一个扩元的话 这个拉回来这里是极限 那就算 它这推出已经结束 它拉回来又大概在这一区 那它就在这个怎么样 就在那个区间震荡而已 所以你就说 如果这个 你规划的那个卖动没有走出去 那它可能会形成什么卖动 那我要怎么来应对进退 这个你都要先把它规划好 这个你都要先把它规划好 自然再买股票就怎么样 就买得心安里的 就买得心安里的 好 这是8289的胎一 好 好 那你带领给吧 也是这个来在外扩当中 好 那合情控 我说这应该有个第五波上来 这没有问题 12345波 来 合情控来 3704 来 看一下这些 这里说 老师创高要拉回来 这边创低 它还是整理 不管它 这边有一段123 然后这边是整理 这边表现也还不错 很多电子骨都叠下来 它还是涨 还是涨3704的合情控 这应该还是有个第五波 第五波往上走 好 时间不太够了 我不赘述了 我说来 这个部分 老婆这进化办案战法 就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对不对 有兴趣的也欢迎你赶快 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那我说我们跟你谈的 跟你的进退进出 全部都是有所本的 那这个年度的技术班也欢迎来这边预约 老婆这个部分把它学到精通 把它学到精通 这是一个自身的时刻 用心的把握 老婆用心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基米德的支点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情车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这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发现 自然循環 生生不息 欢迎到节目现场 我说目前的架构 头发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越来越清晰 你跟上脚步来 这个地方有大钱赚 是一个关键的什么 至胜时刻 要用心把握 来 今晚报道上 这有搭配6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来电洽询 还有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也欢迎来电预约 然后说你要预约要快 这个每年都爆满 头发这每年都爆满 这个部分年度的技术班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今天就像YouTube应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式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凡事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研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知情传线 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鱼送吊杆 古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嫌工具 运达主顾 02-2781-0909 2781-0909 take a hold 同学交通部 广众区创造成生态 防疫理官在器官民中 安心载利 团减于在综修 像核葛林 酱厂立笔合 防疫管理处时 安移核钱 请组统拿出 寻加减于无数几家载利